字幕提供 這集介紹中奎 哈囉 歡迎大家來到影子的遊戲空間 現在要來直播科魯賽的戰記 這集主要跟大家講中奎這個角色 我現在中奎練到六星加四 等下把他升到加5好了 欸聲音有聲音啊 好啦那先介紹鍾葵囉 使用鍾葵方塊之後會召喚一個背後靈 然後背後靈在我方 連他自己也算了 我軍使用方塊技能的時候呢 單消 鍾葵就會 背後靈就會釋放221%攻擊的魔法攻擊 雙消的話是 持續時間加2秒 所以背後靈持續時間更長 然後放出480%攻擊力的魔法攻擊 還有3秒間無視迴避 那3消的話是621%的攻擊 然後3秒間增加50%攻擊力的背後靈 3秒有點短欸我覺得 他應該更長一點 才3秒鐘 3消之後呢 本身鍾葵在單消他又會 把背後靈放出去攻擊 不過放出去之後就會消失喔 真實傷害487% 放出去完就會消失 這一點就跟死靈法師有點不太一樣 死靈法師不會消失 他消失之後你就等於說要再消他的一個板塊 然後他才會再召喚背後靈 所以他板塊要求會比死靈法師還多一點 他的技能我建議大家學化身 簡體這邊翻譯成罪惡克星啦 就是變大 因為他背後靈常常會空砍 所以呢變大的話攻擊範圍會比較大一點 武器呢因為他還沒有專武那就是 可以洗雙磨穿或者是一磨穿一爆傷 然後功能是暴擊機率啦 我這邊是懶得再洗 因為反正以後等專武就直接要換專武 這邊我就不洗了 功能應該是要洗暴擊機率 因為他本身的暴擊機率就算果實吃到滿呢 暴擊機率也只有25 好啦我們要先打什麼勒 先推圖嗎 先推圖好了 用鍾葵來推圖 鍾葵最後一戰爭那一關應該是推不贏啦 所以我先推一次血緣 然後再推一次戰爭那一關 搭配的角色呢 我建議是搭配貝提利斯加烏帕 這樣傷害會最高 然後海女神 靈主的話我這邊是帶法師靈主 因為加魔攻 鍾葵是魔攻喔 早啊哈囉 血緣最後一關推薦其實還蠻多的耶 很多隊伍都可以過 最平民的應該是索貓櫃了吧 索貓櫃 就算沒有專武應該也過得了 你只要訓練值夠高 然後又是全部都白眷角 這邊缺點就是鍾葵如果很久不出版的話 就會暫時不動 然後他 背後靈不見之後呢 就要再消一個板 他背後靈才會再出來 所以我一般會 存他的一個板塊啦 等他沒有背後靈的時候 我們再消掉 那平常就先不要消他的板 等到有新的板塊的時候 我們再消 然後再消另外一個板 把他叫出來這樣 就是自己要控制板塊 我覺得有點麻煩啦 這隻角色 然後他又會常常原地打 所以我要學化身 讓他變大 這樣比較不容易空砍 等一下喔 有人來鬧 來看他是誰 我還想不出來 鍾葵要搭誰了耶 我目前是搭這一 就是 貝提利斯加 烏帕這一隊攻擊力最高 就是 貝提利斯加烏帕這一隊攻擊力最高 PVC好像也不太適合 一個純傷害角色啦 不用理他 沒關係 剛剛推過 雪原 推看看第六章吧 我覺得這一隊應該是不行啦 試試試看囉 再搭火女神也可以啊 可是 這樣攻擊力就沒那麼高 防禦力也沒那麼高 因為我現在這一隊 是完全就是靠補師在幫他加傷加防 所以海女神的效應比較大 那他自己有 自己有化身之後呢 他比較不容易空砍 打好久 我要被他逼到角落了 好 這一隊第三波應該就會死掉了 第三波應該撐不住 殺的太慢了 他衝出去之後就沒板塊就很慘 這隻真的是蠻缺板塊的 那如果搭配九尾的話呢 攻擊力跟防禦力就沒那麼高 所以 都有利弊吧 他砍一下是多少血啊 看不太清楚 應該是一萬左右 剛剛好像看到一萬四 可是一萬的傷害在後面 已經不算高 已經不算高了 Shit 死掉 尊葵死掉了 呵呵呵 我如果說第三波會翻吧 他有點遜啦 剛剛看他的方塊感覺好像還蠻厲害的 可是 真正拿到他之後發現他有點爛 可能這隻角色還是要等專武 我 我的九尾不是學圖騰欸 所以沒辦法試這一隊 PVC可以用看啊 可是我覺得PVC他還不這麼強 PVC要搭誰呢 應該要坦傷 因為他本身就不坦 帶一個貞德好了 最後要搭配誰 試試看 烏帕二消等於三消 但是二消的話只會加防 三消是加攻擊力 呵呵這兩隊好拖喔 增傷 增傷攻擊快點 他怎麼沒有增傷攻擊 我們應該三消很多遍啊 Shit 我的貞德死掉了 輸啦 爛死了 GG 馬上葛屁第一盤欸 一起來輸給這種爛隊 真是覺得 鍾葵不強 鍾葵不知道拿來幹嘛的 換一隻好了 對啊 我剛剛有消自己的啊 可是 有時候消自己的 還是 還是剛剛火服一直沒有三消 搭配阿嬤 玩阿嬤好了 阿嬤也有三消 還是直接女神 OK 我覺得他就是等專武了 可能目前還沒有用 會拉人物設計的這麼帥 會拉人物設計的這麼帥 Shit 真的沒有用 他好爛 暖機夠久的 完全就是靠阿嬤撐 一會兒 還沒用 握人物設計的 還沒用 嗯...真的都阿嬤在打 欸!不對耶 他什麼時候有2萬的傷害了 呵呵呵 他這一盤反而傷害比較高耶 又來又活 喔好慘喔 跟你拼了我 NO!差一點!可惡 中奎我真的放棄耶 他真的不知道要幹嘛用的他 拿來打要塞前七層吧 呵呵呵 爛喔 虧他人物花得不錯說 對啊!會真實傷害 可是那個太久了 PVC你就是要拼快耶 他真實傷害要1加3加1 PVC 這個太難湊了 人家都已經不知道打到哪了 說不定他自己都死掉了 跟誰搭配咧 安補師隊好了 好歹把打B8喔 我已經按下去了來不及 說不定拿到專武之後很厲害啊 所以現在也不好講 總之有角色就是有寶藏 先拿到也不錯 最重要是他長得很帥 他的角色設計圖做得很好 可是我印象中 鍾葵不是一個胖子嗎 呵呵 他這邊把他設計得太帥了吧 鍾葵在民間傳說中 好像是一個胖子耶 你們有人知道嗎 阿 愛麗絲喔 你也抽到愛麗絲喔 我也有抽到愛麗絲耶 感覺愛麗絲就很好出啊 一直抽到他很煩 鍾葵是著名的驅邪神士七星相 大多為虎背熊妖 呵呵呵呵 抱頭虎面 什麼東西太誇張了吧 龍二魚眼 所以就是一個胖子嘛 虎背熊妖還不是胖子 這個還要跟大家介紹嗎 B10大家應該都過得了了吧 反正就是他把你推後推的時候消女神 然後你的板塊就變超多 他BOSS也會被暈眩一陣子 你不消的話BOSS就會出大招 然後傷害超高連眉都撐不住 所以那個消女神時間是很重要的 好他又開始了 要把我們推後退了 他一講話就是要把我們推後退 這時候就是要注意不要開女神 他一講話就先暫時先不要消女神 他把我們推後退之後再把女神打開 死掉爆氣一樣按女神後退 鍾葵被提的老公為什麼啊 被捕加鍾葵背後鈴 會合體嗎 我沒有注意耶 差不多吧 反正都黏在背上應該都算是 我們B9就用這隊打了 B10有人用品客單刷過勒 我的品客單刷不了B10說 不知道他的品客是怎麼過 還是他的專我有吸血 我的品客是好像是AD專吧 沒有吸血 不然等一下再來試一下好了 我們等一下來試一下品客單刷B10 看看有沒有 我記得之前試過是不行的 回避率上限是75沒錯 怎麼講呢 因為敵人也有命中率阿 你回避率要扣到敵人命中率 所以超過75的話也算是OK的 他應該減掉命中率之後還是 上限還是75 所以如果敵人命中率是20 然後你的閃避是95好了 那剛好減掉20就變75 那如果你本來只有75的話呢 減掉20你就變55了 中盔用什麼技能 我覺得是化身阿 因為他本身攻擊距離沒有很長 用化身攻擊距離會比較遠一點 來吧品客單刷試試看 我之前試過是不行 女神就算全部消隊也撐不住 鎖貓櫃也可以阿 如果你要平民隊伍就是 貴箱貓補加一隻輸出囉 什麼東西啦 等一下 boss光把我擊退就直接死掉了喔 這是bug吧 擊退那一下應該沒有很痛阿 我正要消女神了突然就飛走了 呵呵呵 我不知道這是bug還是真的那一下會這麼痛 應該是不痛阿 連法師都打不死 打品客會打一下死 太奇怪了 正在等著暗女神就突然死掉了 呵呵呵 什麼鳥阿 這一下擊後退有這麼痛 太傻眼了我剛剛 戒指王就123都可以阿 看你們要打哪一個 好啦現在報名開放世界王囉 沒有大家CV要打的 開始 開始 等一下打太快啦 喔你本來要幫我記嗎 沒關係我自己在記了 破壞的傷害比較高 我比較擔心破壞會翻 一般是不會啦 除非運氣差那個月公卡班 不是月公 牛郎 雖然他還是射月亮的 可以阿都可以 只要我不卡班應該是不會死 召喚騎士阿 壯壯騎士出動 可以阿我會通知你阿 但是因為你們看到我螢幕的時候 已經是三 呃 20秒之後了 看你住哪裡 通常是20秒左右之後 所以我提醒你的時候 然後等你看到再進來 可能就是20秒之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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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好快喔 打蠻快的 打好快喔 打蠻快的 喔你打到四星戒指 好像是四星了吧 還不錯 恭喜你 金牌 金牌你就是推 血緣跟推戰場 推戰場是最划算阿 打一場有兩個金牌 再來就是用 用掉鑰匙了 絕尾專武 你是什麼屬性阿 A就是起攻趴 D的話是哪一個大成功 就留哪一個 F的話就閃避而已阿 T B F的話最好應該是 霧殺加閃避了吧 不過如果你起到魔.. verbs 不是霧傷 霧防加閃避 如果你起到魔防 也OK 血傷性OK 其實差不了多少 推圖的話物防是最有效的 因為大部分的 推圖敵人的怪物都是物理攻擊 魔法攻擊比較少 喔!你好快喔 雙刀法師欸!我也好想要喔 他招式蠻帥的 我覺得好像還蠻好用的 雙刀法師 而且又是多段攻擊打很多下 好像蠻厲害的 可惜已經抽不到啦 好像有點危險 破壞真的是蠻 打的蠻痛的 暖擊起來之前呢被打都很痛 然後你不要死 help 剩下我一個人在打 no 不要打死我不要打死我 不要卡板不要卡板拜託 沒有卡板太好了 去死吧 好啦 晚安囉 各位再見啦 掰掰